腾讯体育8月10月训,黄马中唱莫德里奇的未来已经越来越清晰,至少球员本人的意愿已经很明确了,他希望离开黄马夹蒙国民。 据西班牙零点电台报道,黄马中唱莫德里奇近来一直处在转会漩涡之中,关于他未来的猜测和留言每天都有很多,不过黄德里奇本人还没有向媒体表态,黄马中唱莫德里奇近来一直处在转会漩涡之中。 不作声也让黄马高层感到不满,他们希望黄德里奇能够公开回应外界的留言,让球队有一个好的舆论环境备战超级悲。 不过今天凌晨,据零点电台报道,黄德里奇已经决定离开黄马,他将会向弗洛伦蒂诺地交转会申请。 黄德里奇本人并没有和黄马高层进行直接的会晤,一切转会操作,都由黄德里奇的经纪人完成。 黄德里奇的经纪人将会在本周与黄马高层规谈,转达黄德里奇希望离开黄马加忙国际米兰的愿望。 黄德里奇之所以选择离开黄马,并不是因为他对黄马的感情当然无存,而是因为他无法拒绝国际米兰给出的封号合同。 如果黄德里奇加忙国际,他将会得到一份为期四年年薪一千万欧元的超级大合同。 不仅如此,黄德里奇才与国际合同到期后,还可以去中国踢球两年。 如果签下这份合同,黄德里奇剩下的职业生涯家会得到春娃保障。 黄德里奇依然对黄马和黄马球迷充满感情。 他和许多黄马球员都是很好的朋友。 但是在一个可以改变生活的合同面前,默德里奇还是动心了。 现在败在默德里奇加盟国米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转会费。 黄马主席弗洛伦蒂诺之所以迟迟不放摩迪比对,是因为他认为国米给出的报价非常没有诚意。 此前去意大利媒体报道,国际米兰对默德里奇的报价只有4000万欧元。 默德里奇虽然年纪不小,但是他在世界杯上的出色,方会为他赢得了世界杯金球奖。 他依然是当今最出色的中场球员之一,因此,黄马认为国米的报价简直就是儿戏。 弗洛伦蒂诺也公开表示黄马不会接受不合理的报价,无论如何,默德里奇已经被国米的超级大合同打动。 现在国米要做的就是尽快提高涨会费报价,给出一个让黄马接受的价格。 将新科世界杯金球奖得主带到梅拉查球场。 若名CM的脸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堆自媒体。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